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彩虚庆》 《彩虹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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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分鐘 現在是工商時間 首秀大特這一份 這一份是文學人 這一份 大家搬到第2領列 反面的內列 這地方有 《習慣文學網》 7 月到 12 月的一文講座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的講座都是在高雄文學院旅行 這個月 8 月是侯興廷這一場 後面還有兩場 也歡迎大家的高雄文 也能夠到這個地方來給我們指教 今天的講座是 就是我們《習慣文學網》 《生活有詩》第三場 第三場的話 我剛才稍微提到一下 是我們侯興廷 應該是我們網站裡面 非常有才華的一個女生 侯興廷的話 她不只能寫詩 反文小說樣樣精通 而且非常有她個人的一個折調 她的折調是不容易學的 就是只有她有 那侯興廷的話 她在我的網站上面 曾經擔任過詩版的版主 那現在是音樂文學版的版主 所以有關於音樂文學的部分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見識到 她在音樂方面 自己能夠創作 還可以自己伴走 反正全部自己一手都可以包辦 就對了 那她每一個人 就等於是一個 這個音樂創作公司就對了 所以呢 詩跟繪本 跟她手作的東西 還包括音樂 在她這樣的生活的領域當中 她讓她怎樣結合起來 而且讓她能夠發光發熱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狗欣婷 她就要拜給大家的 午後的這兩個小時 所以呢 吸氣大家來 我們現在交給狗欣婷 好 有一句話就叫做 作詞的生態嗎 有時候你看人家 好像玩很多東西 有的人會很羨慕說 你怎麼有那麼多時間啊 那我覺得說 或者說你看到 有人去學了 那樣樂器啊 心生羨慕 其實 一個動作就是 你趕快去做這件事 你喜歡做的事 你要說你等退休了 我有聽過這種話 就是說 要等退休再去學 彈古針啊之類的 其實你真的有興趣的東西 你就先及時去做 慶祝了人的啦 那一定有現實上的困難嘛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就會 純著小人之心 嘿我接下來這本書叫小人書 對不對 這本書是繪本 但是有時候純著小人之心 你就想說 他學了這個東西呢 他就沒有時間做另外的事情 人都是 你的時間是有限的 就是你只能盡可能去把你的 時間分配在你最有興趣 某些幾樣事情 那你能盡 尊 尊尊的真理也做一次的那幾樣 然後我這個主題叫做 繪本 我的主題其實是一個比較小的字 他們竟然有完詩歌繪本手作 那 因為 在去年八月 出了一本叫小人書的繪本詩集 說繪本詩集 所以想到男友就是有圖啊 會有詩 那所以呢 他也是今天會提到的一個故意分 每次都叫我說減期 我都覺得有點困擾 因為如果要比獎項呢 也比不上了 人家那麼多 對不對 然後如果要比什麼什麼 然後要簡單介紹 所以呢 我就說 這是簡單介紹的話呢 你看我的 曾經 曾經上學的過程啊 新美工畢業 進大學中的新業 然後到新大的視覺設計 研究所畢業 我的題目是不是叫跨界遊玩 你就光看學 學人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這個 跳來跳去的 這個就已經有一點 那種味道了 那 其實這個過程一定是 一定是有一點那個 掙扎的 比如說我可能 國中畢業的時候 老師說 很女孩 蠻有美術天分的 要不要去念個美工啊 然後 好 我想要去高中 就跟家裡有時候 我想念高中 然後到了高中之後呢 我們的那個 主任可能就告訴我們要 專精於我們的那個 術科 請不要想去升學 升學其實是沒有用的 然後也覺得 沒錯 我也不想要升學 我想去念大學 念完美工課之後 誒 可是同學一招我去 我們要不要去考大學 去補個學好了 就我們都沒有念過高中 課本 然後好吧 那我就去補了一年 然後就考上了 進一大學 都能行 然後就是也是從來沒有 念過高中課本 然後念了中文 系列的力量 這樣 你又沒有做那個 美工專精的事情嗎 你說有沒有做過這個專業 那你可能就去教一下書啊 是什麼的 然後最後呢 之前我也說我不要念研究所 然後過了幾年 我還是去念研究所 念視覺設計研究所 那念完視覺設計研究所 我覺得其實 念完之後我覺得是有用的 有用是說在你 其實你在研究所上課 老師告訴你的中心是你自己 要去做 自己要去找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呢 你會 他會說你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這樣會讓你成長 或之後 我的詩的過程 就可能是從DBS開始 我 在某一個下午 然後呢 我哥哥跟我說 你要不要上去那三抹圍 你貼一下東西啊 不是我自己一定要去貼的喔 然後因為他知道我會寫東西 但是我並沒有發表啊 如果最早的心態 是沒有任何的心態 我沒有任何我要投稿 或者我要比賽 這種東西沒有在我腦海部 然後只是會寫在 我的記憶子上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把它貼在DBS了 那DBS以後 那就被 像那時候那個版主是跡象 那就被他那個 有時候mark 常常背mark 或者說有時候會彈絲啦 然後就越寫越多 越寫越多 你就很奇怪 都互動會讓你寫更多 可是我本來 這是我本來的 有人說我要 我們這邊有沒有 好像聽說有些是學生 你知道很想要替私的事情的 有多少呢 上次有一些說是中山大學 有一次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比較喜歡聽生 或有些人比較喜歡聽私 要怎麼做呢 那對我這個人來說 我不是屬於那種 我就算沒練中文系 有練中文系 可是我是沒有差的 因為我在中文系的時候 都沒有在完中文系的時候 我都在 比如說我們有校園演唱啊 還其他唱歌啊 練唱啊之類的 大概做這些事情 然後分數過去就好 然後你如果有小孩這樣 你也知道覺得他怎麼樣 其實他以後 不見得跟他學校裡面的這個 做的事情完全一樣 然後你看到現在的特質 比如說我的特質 就是屬於這種 不會跳來跳去 但是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玩 而且我是玩得很高興的 不是我說我覺得 然後我不知道 我這件事又沒興趣了 不是 是因為怎麼又有好玩的事情 跑出來了 我趕快去玩那一件事情 我不是三分鐘的 就是因為我時間不夠 我又好想玩那個那件事情 那是一種毛病 見得好 其實專精的人 有專精的人的天生的好處 他可以專精一件事情 我也很羨慕嘛 你心裡不會跳來跳去的嘛 然後 其他就是我可能有出過一些 獨立思堪這樣子 然後或者自己自己去創作 然後也有在 其實那就是算Demo的類型 Demo就是說 它還不是算真正正式獨立 可是它已經可以放到KKBuds 就是 到KKBuds是可以聽到的 或者說你在網路上 是可以收取得到 但是它不是正式的獨立 因為我沒有花錢 去給人家獨立這樣子 但是創作是我自己創作 然後 最近參加的書是 就是可能是去年的古典 一些創意四集 還有情控律書 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兩本呢 就你身邊上 也不怎麼看得到的四集 然後也是我這種人會做 也是我這種人會做 有種說 像這人是我的第一本 然後他只是總共 第一次應該定個二十幾分而已吧 然後是因為DBS有說 就可以只不出十幾啊 然後我想說 既然有人要看 然後我就在過年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自己去練習 然後我的練習當然是 有做基本的美工編排啊 就是一邊在電腦上 畫個小圖啊什麼的 那出來說 就封面自己 當時我自己用一下嘛 幫自己 用個電腦的那一種圖 自己自己 自己拿 用電腦的方式去畫出來的 然後就有人會覺得說 欸你怎麼會做這樣 這樣的事情啊 好像沒有什麼成本效益 還是什麼的 後來有人就建議我 去申請國際書碼 你們其實每個人 你如果自己 當你自己的出版社 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跟國家主書館 去申請你的國際書碼 就算你有過過出版社 你自己也會出版書 然後你必須要寄大概 兩本三個給他嘛 然後第一次我第二十幾本的時候 沒有 可是因為還有人要啊 那我大概印到六十幾本 那一次我最終拿去 就是申請國際書碼 那進到國際書碼 其實不管他情人 他在國家主書碼裡面 在我們的編號裡面 就是有這本書 那就是有一個書出版 那這個出版是 就是 後來我最近最後 最後才有拿到我這本書 就是這個 下揚寶詩的 就他問我說 我公司是自己嘛 那他是我小人 學法表書啦 小人書又是正式 會不會出版社書的 但是 像這個海軍修正 或者說 所以這支也 對 也算蠻厲害的 就是我自己 這樣說啦 這樣算蠻厲害的 不過我們的詩集 硬仰都非常的小 更 可能這個時代更少 而且後來我發現 有一個詩人 等一下會稍微提到他的詩 他是英國的 以前那個 1879-1945左右的 威廉布萊克 他呢 他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他說了十馬集 後來我發現 他流傳到現在 他現在被 1947被人家挖出來了 被人家挖出來 覺得他的東西很棒啊 為什麼 一挖一事件 有付過這句話嗎 這句話其實就是他寫的詩啊 然後你就是從 這就是詩啊 你從一個很微小的東西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廣闊的世界 這就是詩的意義嘛 那他也聽過這樣 是就是把詩畫 給怎麼樣 自己輸了才二十幾本而已 自己輸了二十幾本 然後但是有流傳到現在 你只要有心 或者你喜歡的事情 其實那就是那個什麼 我想少年說呢 就是說全世界會幫助你的 只要你的心裡是真的想著那個事情 那我只為什麼說備言呢 因為 其實詩就是 你可以 我告訴你 假設你把 一堆的背抱子啊 或者一堆有刺的東西 把它丟到垃圾頭 那些都替代全挖出來 不過你認為可以把它做 剪接成的文章是什麼 有可能的就是詩 因為詩它是一個 最不受限的一個問題 那我說他肺炎 不是說他真正的不用 是就像雙子裡面說的 不用是大用嘛 你一個東西 有人在談秘密啊 你認為什麼是秘密 比如說有人覺得 要寫國仇家恨才叫有利益 那你如果沒有國仇家恨的年代呢 那有人說我要寫環保啊 要寫抗爭社會才叫有利益 其實是應該所謂的利益 就是有的 我最常聽說 有人在那個文言之類的地方說 你一定寫完一個東西 然後在那裡 他一定會很少一個利益 我覺得我很會 聽到的人 搞到一點擔心 但是我想說 大家會有自己的判斷力 因為我樂文的利益 應該是凡是一事一物 一個空氣 一個陽光濟然 一個灰塵 你真空裡面 都不是真正真空 就是所謂的利益是無所不在的 而不是說 不是說 都只有那一些 因為我們人原始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那些國家 社會支付這些東西的 真正有利益的是你的 你可以感受到哪樣的事情 比如早餐的一個麵包 你的一杯咖啡的香味 你要有感受力 感受力呢才是真的 下面那句話就是 只是一種形容嘛 我是覺得這句話形容 就是很多詩人 他們都拼命的寫詩 當然是寫詩太開心了 太高興了 但是其實看詩的感覺 是比較少的 然後這邊這句話呢是 這一段段呢 都是那個鄧慧文醫生講的 有人去看過他的節目嗎 有嗎 應該很喜歡看嘛 我很喜歡聽他講話 因為他真的是比較有智慧的 詩子座女生 然後因為詩子座 詩子座在那個星座上面 就是代表表演啊 他們通常都是還蠻有那種 彩方或表演律的 那我自己呢 雖然是雙子座 可是我的第五工就是代表 詩子座那個表演工會 就是我的主心都在那裡 所以呢就會 我這麼這麼刮 這麼喵 也是跟這個有關係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他講這這段 我記得有時候在節目上看到 然後我就去找看 你會把他那個 把他那個圈過來嗎 然後他說 小孩需要空間去幻想 我們現在他們是 談到一個主題是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要讓小孩學什麼學什麼學什麼 可是其實你最重要的 要讓他有感受力 他才寫得出來 我不是去上座文班 他就寫得出來 那現在小孩為什麼 越來越寫不出來 我們覺得現在 你跟我們以前不一樣的以前 他會自己想到就想寫 因為他的感受力量 沒有很多東西 他就直接 因為電子化嘛 從很小就開始拿iPad的 然後從很小就開始拿iPhone的 我昨天看新聞說 太小讓他拿這些東西 他會失去專注力 不過我那時候馬上想 我沒有那麼小 拿到一個東西 我也早就失去專注力 然後 那這個畫呢 我為什麼會拿來用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這 這一大段畫都可以拿來 泡在詩上面 你能寫出詩的 我做的詩不是說你寫出 比如說你寫 隨便寫一句讓人家覺得 像詩的話 但是 你還是可以試著寫 我不是在誤偏偏說 你寫在地址上 而是說 你寫在一句 因為如果 並不是讓人家感覺很有思議的 我不是讀這個 就是說他有辦法去寫出 讓人家很感動 或者感受到什麼東西的人 他必定是感受力 感受到 他的感受力很強 感受到什麼 他必須要有空間 就是 就像那個 我醫生說的 你必須要讓那個人呢 他有觀察的時間 觀察的空間 去跟他 在他的內在 去跟這個世界接觸 然後他的內在呢 去 從世界吸收的東西 再回吐回去 然後 去那種感受力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想像力 然後 或者會說 有些人會覺得他很有靈魂 他說你為什麼會覺得他很有靈魂 这个东西太抽象了啦 可是你是你可以在诗里面看到灵魂的 就是灵魂都抽象的东西 在很多文体里也可能看到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容易 让你觉得一下就被击中了 它是有点像音乐啊 或者什么的旋律 感人的旋律一听 我就觉得它很好感动 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他讲的那几句话 你看说诗是扣弦 对我扣弦看我让他写诗 我会忙的时候也许我会很想写 那是一种想写的律望 是一种幻想 是是一种欲起之外 是是一种感觉 是是一种放空 是一种潜意识 是一种灵魂出来的东西 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一种创造 然后是一种内在的感性 那你有时候就是要让自己放假 我就一台帮放假回来 然后心灵冒险观察 观察其实像我们在画图树苗里面 其实观察是很多东西的 很多东西的材料 因为你去接触这个世界 然后再把这个世界的东西 吸收到你这个海绵里面的时候 你就是透过观察而来的 特观察不是用眼睛而已 都可能是你的鼻子啊 你的五感 你的所有感觉 甚至你的逆流感 那都是一种感觉 然后测试就是 他的测试他没有讲到这个 但是我是想不到一个例子是 我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说 他老公不满意他儿子犯错 我儿子非常小 然后就对他军事教育 我说天哪 人类就是在犯错中才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真的是不要他犯错 犯错你才有可能去发现新的路 然后或者做修正的样子 然后旁边这一支是我书里面的 会本里面的人的这个角色 他叫做隐藏版露拉拉 那是我给 我在这个人会本里面的后面有做角色介绍 大概有多少角色我自己都忘记了 然后他这一支里面的那个特性就是 他喜欢脱俗界限 然后他很擅长并并行动 我就讲快一点 然后后面他拥有许多神秘之眼 什么叫神秘之眼 就是能看到的 人家什么都能看到的 或者只是一句品尝的话 为什么那个抓到他的 然后他就写出了一个 好像很有感觉的诗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种神秘之眼 或者你就画出来了什么之类的 我们讲跨界 然后创意 跨界经常就是一个创意的来源方式嘛 就是你能把一堆东西打湿 你再把它凑住 你就可以得到新的东西 这在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设计方法 就是工业设计设计方法会使用 有好多好多好多设计方法 或者他又可以分析 用理性分析 你可以用什么 什么方式去帮众 你去做创意的思考 这样子 那创界也许可以带来创意 然后创意间呢 其实要有一种游玩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封得紧紧的 其实你很难让那种很模糊的东西跑出来 那诗我可以说它跨文字之界 因为它是在所有文体中呢 最不受限的 然后它可以跨出文字 在文字之内 它可以让你好像感受到超越文字 可以逼近可以讲 我最近有看到有人写了 他跟我想 我也是想我的诗 常不就一个诗人 他已经写说 诗是对了让你逼近一种 我用言语说不出来的状态 那我也是那么冷的 就是 有些东西呢 你在散文写不出来 我可以写的是 人家说看不懂 人家又看懂 人家感受到一种东西 那你到底是要肆意扎心 还是肆意演练呢 其实基本上 我是属肆肆意扎心爱类的 因为我 很像会让你闯肆一点点 演练的动作 但是其实 我自己写是并没有经过这个状态 我并没有说经过 这样子训练是什么 那也许 因为我们天生 中文就是我们母语 其实你从小到大 你去思考事情 或者你去想东想西的时候 那就是你不能 不断的在锻炼 你不知不觉的 那是你个人的思考习惯 也会造成你的理念习惯 这边有 诗诗机就是我做的手工照 然后是有一天把他放在 那个下雨的诗机上面 然后那边有个句叫 冷淡 耳朵式 那一句没有明白 应该有听过吧 有听过吧 有好吗 像这句话 比如说有人说 不要 是不要用很多形容词 不一定喔 我觉得诗没有任何限制 你写的好都是真的 你写的好 就是你用的很 你把使用词 用得很频繁 弄到诗里面 那你就会很像在诗三文 但是你如果说 特色还是可以的 比如他说冷淡 冷淡 这个诗也算使用诗而已 然后很懂事 因为他把它一个 平常 你不会这样子用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感受 那样的雨是一种 不是清冷淡 你会感受那是那种 稀里稀里稀里冷冷的 那一种感受 就是奇怪 就是看得出来 那这个呢 是2007在这个 火板自由诗 就是一个真实活动 然后那时候我有去参加嘛 因为我觉得它还蛮好玩的 然后是私人下下主办的活动 然后那时候 大概有三千多人 就第一次是 他们选十天上联合号 然后后来再选了 从三千多篇里面 选151篇 因为它都一直叫第五一 一直第五一 那本书就叫第五一 实施选记 然后那本书出来 那本书 大概三千多很重 然后我们151首 这是我的那一首 那我们那一首 这些字 就是从他这151个 他首刻的字 就是这个 实验箱下首刻的字里面 你去选 只能用这里面的字 去写一首诗 这也是一种玩法 但是你不会每一首都这样玩 因为这只是一种 有时候的 就是说 你可以做好 同样的写事情 你可以用好这种 你可以写设计 可以实验 你可以写感觉的 实验可以自己 你可以什么都做 那你不会只做一件事 那这种是通常是 一维之的一个创作 流热的一种游戏 然后这种东西 也可以告诉我们一种 就是 你当你去设限 设限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又可以冰出 有些创意的东西 或者让你玩 诶 去感受不同的字之间 它们有没有可能的 联贯在一起 因为你表面看我们这个世界 好像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 可是只要你把它摆在一起 有些人就是有可能 让它产生关系 那是靠什么 靠想象力 那我现在呢 就让大家 不是玩这一个 只是说的是另外一个 这两个罐子呢 一个原本长成一样 然后一个被我做成这样 然后这个罐子原本长这样 就是 果酱的罐子 但是也是一个 他会 往路上做 那个 手工果酱 他也是装作的 或是它是变身的 然后 我去跟他买 他做手工果酱 最近也有去创意事情 然后我吃完果酱以后 我会把它做成 那个 小的书里面的 那种 小小的 诶 这叫 紫的秘密糖果罐 对 然后就可以放回去 等一下我就会打开 因为我要让你们放纸下去 那我们现在能玩两个 就是 一个方式是 我们去想一个主题 那那个主题 我们用树好了 树木的树 然后 你去用树去想 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 不一定要变成句子 或什么 一直要逐渐乱想 跟树有关 你去想像 有一个东西 放那一个 收到我这边 放到这个麦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 跟什么都没有 跟树关系的字 自己吃 随便你想 你今天早上吃个炒菜 你自己想 随便一起 一个 反反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几个字都可以 然后放清这个 对对对 树得什么啊 就变绿色好了 对对对 就一个这样子 一个这样子 对 一个就是写跟树有关的 随便你想 你不一定真的说我要 比如说你就觉得树是无底银青钢 那也可以啊 如果这样你一定要收线 就是你去想 如果你写树要写到什么东西 要写到什么东西 要写到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一省 跟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的 随便一个词 个字 一个注音 跟什么都可以 随便 没有标准答案 这只是在玩而已 对 绿色就写 跟树木有关你想到的东西 没关系 什么都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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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对 但是你有偏 4 哪里也没有讲 不好意思 重明是你有讲 有没有讲 还有吗 没有比的 freak 知道 好 好 就不懂學習嘛 因為那個不是有人說什麼的 有時候有人會說 我看會本書但是說他們把那個子 比如說要想到什麼話 寫在紙盤上 然後收集到一個層就的時候 他就有很多的想法 或者說有人說 他把他新年的好事 放到罐子 那你進一進最後就有一個 反正各種說法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剛好就是 玩那種心智遊戲的時候可以玩的 跟樹有關的 有人就會直接寫樹隱藏啊 樹一下避暑啊 樹是一筆青色的聖地啊 這就已經在寫了 然後想到人偶 想到桌椅 想到殘路 想到樹的城 樹 人心不知道 樹上心不知道 樹想到城村 想到樹人 樹人衣磚嗎 想到果實 想到玩樂 樹的字 綠的塔羅牌 哦 你看你會說樹 你會說樹是綠的塔羅牌 這樣你蠻特別的啊 這個 然後什麼 樹間列萬畫 這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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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聲 我們可以看到 像樹的聯想呢 因為有主題 所以你就很容易圍繞在一個 就是我們定向的去想那個東西的東西嘛 但是這些 這些還不是思的狀態嗎 這些可能是 也許只能說是思考的時候的思 你在思考一些東西的時候 可是其實你思考思的時候 通常你不是經常去灌輸在它的意義上的 這些出來的 你會覺得很多都在想它的意義 想樹有什麼意義 那比較像在寫三圍 就是你一直在集中在意義上的話 比較不容易跑出意境 那意境那種東西經常是從畫面 然後想像 它有屁育 屁育裡面出來 那譬如說 有人就直接寫個句子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看出來 那他寫說 樹是一羽青澀的生命 這樣你可以說他已經有屁育了 因為樹 就是我要屁育的那個東西嘛 然後生命啊 青澀的 青澀是情形的 然後這就已經有屁育到裡面了 有形容 就有想像了 那其實在詩裡面 想像就很重要 那其實這些句子呢 並不太容易把它湊成所思 這些句子 因為他很多都一直在想它的意義 但是他就像剛剛那個 好像塑儒父親一樣啊 在我也是 就是有形容的句子了 有形容句子就是撕了開詞了 那像我覺得 像他寫能夠桌椅 他想要說這幾句 我覺得他就可以適合詩 他寫人偶嘛 說他想要人偶 然後如果你把它分出 查到關係 然後寫上寫成一首詩的話 或者桌椅啊 還有纏到樹的痰啊 書相信你知道這幾句 他那個東西就有點跳躍了 就可以跳就是你寫書 但是你要跳開樹來寫 這是比較接近次的狀態 你寫書但是要跳開樹來 跳開樹的那個狀態來寫 那這邊就是大家完全沒有完 隨便讓你想的 隨便讓想的 披頭散法 這個也是書證的 書會想到義大利 你也吃開的 但書一定要吃開 但是披頭散法 你就會想到龍樹對不對 然後假設龍樹風吹過來 就比較披頭散法 這就是想像 那所以如果他有這種想像 他寫就可能寫成一首詩了 這就是你寫詩的方式 其實是一種很多是 以形去代理的那個想像也有 那如果像這邊 這邊跟 就是完全沒主題的聯想的話 我們可以都隨便亂湊啊 什麼熊寶寶 這邊雖然就是 都不是很緊張的在想什麼 但是 他也不知道無醜的意思 熊寶寶靜 就是熊寶寶靜靜的看運動會 比如說假設你就隨便一瞅看看 但是我這裡要說的只是說 比如說熊寶寶靜靜的看運動會 在哪裡 比如說我聽過叫房間好了 但是就有點濕熱味道了 因為房間真的是會有熊寶寶 然後但是我聽過假設叫房間 然後就這句熊寶寶靜靜的看運動會 然後 然後 下邊去看熊 之類的 然後你就是 你在寫這個詩的時候 假設你的題目 你的題目有時候也會幫你 帶領 帶領你太鎖住的那個狀態 你可以把你要點錯點放一起 這也是一種方式的 你也是常常自然而來 不是刻意的就是自然而來 我還是想要留給大家知道 給他一點線索 就很安靜 這樣子 好 好 那比如說 我看到樹 好 隨意這也是要做隨意的聯想 我看到樹 然後我可以想到諧音也有 樹 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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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流行這種 不是現在是有點太淡爛了 其實這樣也不大好 就是有時候我也覺得我中諧音的毒 我不要太中諧音的毒 但是它有時候也是一種聯想的方式 然後樹呢 我會想到棉花糖 為什麼 就是從形象在想 對不對 看它這樣一顆一顆一顆 這樣這樣 然後一根這樣子 是不是很像棉花糖 我們比如說樹是綠色的 棉花糖 然後這一風啊 淺了又淺了 是不是不見你手濕了 就是很任意的 我這樣很任意的 就可以想的東西啊 這樣子 然後樹 會不會想到傘 樹是跟傘 這也是從形象上很像 然後 形象就是可以做一種聯想 或者說就是它 比如說 可是其實就是我後來在分析 我的聯想是自然的 我寫詞不會想說 我要怎樣怎樣 我要去想 我要怎樣聯想 沒有這種事呢 你寫詞就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你是寫完了 然後我是要告訴別人 我再試圖去講一下這樣子 自由聯想的 假設 比如說我隨便一個樹 我怎麼想 那比如說樹 你就會想風吹過來 就是從景去想嘛 跟從關係去想嘛 樹跟風常常常看 會互動嗎 對不對 然後 可是我說樹跟風常常會互動 關我這個用詞 就不是平常的用詞了 因為 我說風會吹動樹 是一個很平常的用詞 可是我說風跟樹會互動 這就不是平常的用詞了 這已經有點心理人的用詞了 可是這就是心理人 你知道嗎 或者說這就是一種比較俏皮的話 心理人的玩笑 跟俏皮的話 其實也都是有一些怪心的 可以 跟他學好長 帶一隻手補褲補褲子 感覺就是有那種好像 特別對那種絲痛還是有興趣的感覺 古墓啊之類的 然後 有時候我想到樹 那樹有噴風洞的那種感覺 是有可能想到風靈 那風靈就可以再往外再想 就是一個會帶一個嘛 然後就想到在旋轉 或者說我想到樹 樹在那邊跑好了 他沒辦法跑對不對 那跟我的不一樣 所以我只可能就會想到他沒辦法跑 你認為是沒有關係 可是對我來說 連對立的事情也是有關係的 對立的事情其實很容易產生聯想 就是好會想到壞嘛 對不對 然後這種東西 你認為它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反而是一種很強的拉力 就像沾心裡面 那個對風的拉力更強 然後 那你就 你既然想到沒辦法跑 你就會想到自由的東西 這都是一種聯想 或者說樹 你想到砍它 那種感覺就好像骨頭 就好像人的骨頭被砍的那種感覺 這也是一種聯想 你可以有各種各方面聯想 可以有超越其他人的聯想 有聯想 或是 也許都不只 我這邊隨便提的 我隨便提的也是我隨便想的 然後 或者說樹 你也會想到樹上有槽 這也是一種聯想 然後槽你就會想到 欸我就想說太陽下山了 那個一顆蛋就好像打到那個裡面 你就隨便 就是對我來說這種聯想 都是天蠻喜歡的 任意走來的 然後 然後 欸人家會說 你這樣講話很暢修 好好意思喔 直接說 你在那一年想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寫詩的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再好了 不然是哪裡好 就是這樣再好了 然後 我問 這句話呢 那個夢是一條詩穿說 那樣可能相逢 我就用這句話 就是繡紅的詩嘛 你可以說詩就是那一條詩啦 它是可以把 我們這個世界 你改變看似無關係的 其實是因為你以為它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世界能好好的存在 其實是很多事情去支持我們的 它在背後 你不知道的一條河水 你可能也只會一個 或者說有人 比如說 某一個時刻 你會遇到某一個人 等等的東西 在時間空間的關係 到很多很暴力 我們其實不懂的 那種 所有東西傳承的那一刻 然後 但是詩呢 可以把那種 表面以為沒關係的世界 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那假設 比如說 那首是我的詩啊 我都沒有寫 把題目給你看 我不知道 也許你看內容的時候 你不在想說 在寫什麼呢 總是說 該睡了 睡還正在那 微微 轉了一下天線 收聽 對不準那樣的檸檬 檸檬 手前麥克風一唱 嗯嗯嗯 嗯嗯 這首歌 只有一輩子天空實惠 那麽捨不得收魂 其實我 還在可憐過這首詩耶 如果你有重力的詩跟 你看它的時候 有的人不知道 說原來這首詩 應該像是這樣子 那 我要去解釋它嗎 其實我的解釋 剛剛在想像的時候 都講得差不多了 其實你不用去解釋那首詩 我為什麼這邊要說 我現在改水了 這要怎麼解釋啊 你這樣解釋 解釋詩就不能了 一定是這樣整個看了 這樣一個拿閃狀態 為什麼 我可以撐著它 又好像是在雨中 又好像是撐著沒有 還沒有睡 又好像是在有檸檬的狀態 又好像是一種 要唱起歌來的樣子 然後我到底捨不得收回的是什麼 這最後留下來就是 我到底捨不得收回 是這把閃 還是這場雨 還是什麼呢 這就是詩 你要留給人家的那種感覺 想像餘味的樣子 然後比如說 我如果要舉例的話 就是有那個 這算是 是教師創作的那種書啊 因為以前我有 在國中待課 然後 那時候說要上那個 葬屬情符 到底什麼的 我就有曾經啊 小小去找 因為我自己當時沒有買過那種 但是我去 要教學生 我就想知道你們教 然後我就去買 其實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已經有出過 其他更新的書了 就是它比較早期的 那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 詩的重要點 真的不是說 找一個模式 或找一個方式 而是你 你的感覺在哪裡 你的感受力在哪裡 那才是重點的 那但是我還是可以講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講 像蕭蕭老師在那個書裡面寫 學心幻想 定向聯想啊 矛盾連結啊 不管它是用同樣一個顏色的 藍色的 其實它這都是聯想 不管你怎麼想 都想心想 上想下想 隨便你想 其實都是聯想 那它的主力 比如說它用 說裡面用棉花糖主力 然後就讓那些學生去想說 棉花糖讓你想到什麼 那如果是這樣子想的 其實很多人也都會想成 去做意義的聯想 可是當你是介紹師的狀態的時候 那種都不是做意義聯想的情況 如果你就是進到那種狀態的時候 然後如果他真的在寫一篇 東西文章小絲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想像出來 他可能會把它想像成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一些東西啊 比如說 樹枝綠繡花糖 那棉花糖是什麼 那隨性的幻想就是 你沒有任何的 你要去而發想 你就隨便想 就是要幫你當隨便想 是你們剛剛的隨便想 是連你要做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都沒有的感覺 我們有時候 我們寫思考老師 我現在有一點的 我要寫個什麼東西那種感覺 那定像聯想 他舉的例子 比如說你要怎麼從海水寫到火花 他就是小小老師出的題目嘛 你從海水寫到火花 那你也可以這樣做 試試看是不是 你做定像聯想 中間在寫什麼 在寫什麼 在寫什麼 就會變成跟火花接在一起 這也是一種遊戲 或者想像力的遊戲 那他有的是 矛盾連結 他是用歌詞跟老音 做矛盾連結 可是我覺得 歌詞跟老音的矛盾連結 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你會說他都是你啊 我們可能說 但是 他是認為歌詞是溫和的 老音是凶猛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 還是比較意義上的 所以他的書上的例子 寫出來的感覺呢 你也不會覺得很矛盾 你覺得他在解釋歌詞是什麼 老音是什麼 那 比較我的 有對比的 就是這種很矛盾的這種詩 然後而且我也會試做這個 歌詞跟老音的例子 再等一下 然後像他舉 透明轉動 透明轉動是 講的比較好聽的 你拿來練習 OK 但是你拿來練習那個造句 但是你不能把你這個句子 你拿去拆了 只去掉 叫做通 那就那就真的叫投了 那個叫吵起了 就不行了 但是你拿來玩 或者說拿來操 就是說你已經超越了那個 我們有句 有個詞叫賤你 有沒有聽過 細綁啊賤你啊 像全壁大半鍋 你們有看過吧 就是那個什麼 什麼 郭子啊 他們在一點那種 他在模仿政治人物啊 他就是一種賤你啊 賤你 就是細綁啊 那賤你這種東西 他跟 他跟他的原本 就是他跟他的文本 比如說郭子 他學過誰啊 我們常常啊 有人可以告訴你 還是誰 安心亞學誰 安心亞學誰 老師老師 你要拿一下什麼 比如說像郭子 還是安心亞 他們都有模仿誰啦 模仿誰 徐欣良 蛤 徐欣良 郭子我模仿徐欣良 然後我記得那個 陳漢典我們把那個 徐浩 徐 那個 報新聞常常幫我 可以唱 不是 不是徐浩典 你徐 什麼理事專啊 比如說像 像陳漢典模仿理事專 超好笑的 這是 讓我笑了不少的朋友 陳漢典模仿理事專啊 你會知道他不是理事專啊 你會知道是陳漢典 可是就是有像又好玩的地方 那種邪理心碼的東西 就是說 我跟那個東西 還是分開的 我會知道 人家會知道我不是模仿他 人家知道我是 雖然模仿他但是 可能是一種信律的 一種好玩 或者有的人是在自敬 有的人是在跟大師自敬啊 或什麼 有些人後代的藝術作品 他去譬如說那個大師已經過世了 然後他再去做一些 對他自敬的東西 這種模仿 也是一種藝術的形式嘛 那這跟這裡 他書中舉的通常轉控是說 是讓你做一種練習的 譬如說他 他有拿成立的方式 後來發現真的常常被老師拿來做 做那個給學生做練習的東西 但你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譬如說他就怎麼超越時空 轉換角色 這些我覺得都是屬於 擴充題材的部分 所以我都給他同一個顏色 譬如說你可以在詩裡寫自己 這樣持畫像 有很多 他舉例像 李白的 張文青 師 沈水 那就是自己該寫自己的 其實這都只是 我覺得這只能算是一種題材 就是任何題材 或者說 你轉換角色就是 你去演別人 他寫 譬如說寫廚記 那我舉一個例子是 舉威廉路萊克 他的那個小煙聰的小孩 他在那裡面呢 他就變成好像是看到 就是那個小煙聰的小孩 去去處那些話 但是我覺得這種 是屬於比較寫實評判的 我這邊後面有那個寫實評判 寫實評判的詩其實不好寫 就是我說不好寫實 他也很好寫 你就把那些東西寫 好像很有正義之詞 但是你不感人 還是不濕濕啊 你沒有讓人家沒有那種 你就寫過文就好了 就我覺得 要寫實評判的東西 還是要讓人家有感動的 那樣子的功力才行啊 那我現在舉例說 他剛剛說的 歌詞跟老音 那我就舉 我就試著寫了一下 我就寫說 歌詞跟老音 老音在當中間 其實他雙手一拋 只有我是地上落街的空中黑人 這是我就他 起初的這兩個字 歌詞跟老音 我去寫成一首詩 可是其實他並沒有很矛盾 就是運用起來 並沒有運用到他矛盾的地方 所以我另外寫一個是 你的歌詞是我的老音 那你猜我題目會寫什麼 比如說我的題目啊 我題目講的時候寫眼睛 那這樣子這個東西就變成 我有把這個矛盾用進來了 我有把這個矛盾用到這個詩裡面 就是讓它一個對比 但是因為我的題目叫眼睛 然後我寫你的歌詞是我的老音 然後就是就有很多的想像 還在裡面 而且啊 你自己 你自己會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可能是一種對望 或者是什麼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是我的詩 與火 這哪久 我們他就以前寫的 與火 那就是把雨跟火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元素 寫在一起 可是我寫的時候 我絕對沒有先想說 我要寫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元素 我根本就是寫到哪是哪裡 然後 嗯 施則連上的雨聲 嚼著行性 自以自間 距離世光年 燃燒龍烈的拓落 那好 那好 我就是幫忙忙忙 先 幫忙忙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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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的主事都可以先走 謝謝 可是啊 幫忙忙忙 先 然後那個什麼 火車分下回味 盆子中間乾淨粉 那比如說 燃燒龍烈的拓落 這就是一個矛盾的用詞嘛 因為燃燒 然後拓落 基本上這就是 一個是雨一個是火 一個是這種性質的東西 一個是那種性質的東西 然後你要把它這樣 你要這首詩裡面 不斷把它融合在首詩 有一種回旋的方式 比如說這一句加成 這一句再加成這一句 然後 最後 細心之類也可以療癒 是不是我 就是 運用到層次 我很容易這樣 來用到層次 我是故意的 有時候層次 用到好是那種樂趣 有時候用的不好 又會覺得說 太吊 吊到老老 吊牙的池子裡面去了 那 另外一首 青蛙國詞文是 那應該今年寫的吧 我自己 我說 欸為什麼小心 偷龍轉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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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謂寫你心房的對象 其實經常是大家有熟能詳的 我為什麼會不知不覺的 寫了這一首呢 是因為有一次好像在唱歌 這樣子 好像突然想起那個 有一首的歌叫 青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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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兵之類的 然後自然就列起來 就變青蛙國 青蛙兵 欸我就覺得欸好好 然後就去把他寫下來 寫下來一片這樣 可是我也不知道 人家的歌後面是什麼 後面就只記得 青蛙國 青蛙兵 青蛙男眼睛 其他就沒了 後來我去查這個 後面去擠有點長 然後但是 我自己寫的就變成 青蛙國 青蛙兵 青蛙男眼睛 青蛙國王 青蛙子 青蛙有眼睛 青蛙天賦紀念包 青蛙變態師 青蛙左 青蛙六 青蛙滿天心 那如果我唸起來 就會跟你看起來 還不用會有唸 因為我唸起來 就是由原本在寫的時候 我就自然而然 就 他的調都我在寫的時候 是一起的 可是後來再決定這樣唸了 所以我寫之後還不早 然後還自然出現 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陳寗 他寫的這個 就是在那個 蕭老師的 蕭老師的那個 例子裡面啊 他就是 用這一個 有能把房子蓋在石頭上 有能把房子蓋在鋼柱上 我把房子蓋在酒盤上 地震來時 跟著地出的酒香搖擺歌唱 那所以呢 他是把房子跟石頭去掉 房子跟鋼柱去掉 房子跟鋼柱去掉 房子跟手盤去掉 然後怎麼來時 然後後面 讓自己自己寫 我們有沒有想要寫 如果想要寫 就有準備白紙 因為這底下呢 就我寫的嘛 我就照著寫啊 為什麼要寫 是我的講述 那我也沒做過這種事 就是有人把春天 種在原子裡 就換掉 他把房子跟石頭 跟那個洞石換掉了 就有人有人什麼 然後寫 有人把春天蓋在花枝裡 我把春天枝在毛衣裡 還都來時陪著怕冷靜 就在街上 欸 這就是一個 一個的這種的方式 那大家有興趣要寫嗎 我可以要寫 欸 看不看出來有沒有興趣 沒有 還是會覺得很害怕 因為不會跑事 不用啊 不用啊 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再繼續 再這樣對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強迫這種講的喔 不會有點快的時間不夠嗎 所以 沒有 我剛剛說那個 威廉布萊克 就是 寫的花一世界 那個英國的 詩人 那他有詩畫家 他有很多詩畫的作品 的出版品 那他寫了一首叫 小冤聰的小孩 那你知道在那個 十八十九世紀那個時候 就是 因為歐洲很冷嘛 那他很冷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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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燒火 需要有那個 譬如 譬如燒火 我們會想到很浪漫 會想到有正代老公公會跑進來 那其實 不是正代老公公跑進來 其實是 必須要有 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可能不知道三到幾歲 就很小的 很幼小的小孩子 可是他體型才夠小嘛 他才可以鑽進那個 煙囪 然後在裡面清 那清乾淨以後 再出來 那這些 小煙囪的小孩呢 他們通常都是自己 生活都很貧困的 那 他人算血清一點點 而被誘而離 那可能被媽媽送去做 掃煙囪的小孩 那他在 在 冬天的街上 還在你的街上 喊了 掃煙囪啊 掃煙囪 然後 而且他們 每天都要很早去掃 然後 過著很辛苦的日子 可是卻是小小的小孩子 那這樣子 像威廉貴達克 他就看到了這樣的傾向 把他寫在 詩裡面 那 我覺得 可以寫寫實 寫到感人 然後到我覺得不做作 然後 因為有時候 我會 比如說 比如像我好了 假設有人 發生一個大地震 然後 你看得很不冷 然後 但是我去假設 我是裡面的假設 寫的時候 會覺得很噁心 我覺得 但是人家的苦難 你憑什麼 替他的苦難發生呢 你必須要有一種 可是他這個不會 他寫的 我覺得非常合理 然後 也有想像 也有失禮 也有故事裡 也有故事裡的那種 好像可以講 變得寫成一個小故事了 然後 其實讓我非常感動 看完就不敢 對不對 那寫得非常好 那 他們 小學生的小孩 都很早死 因為他們就是 會很容易感染 很多疾病 肺部的病 這樣子 是很可憐的 那他這首詩 是寫實的 也就是有想像 最後 然後卻近難言人 最後是有影響 就是在 大概18 24年左右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 英國的小文作家 就把他放進一個 一個宣言裡面 然後放進一個宣言裡面 後來就 因為這樣影響了國會 然後國會 最後再通過那個 就是讓那個 小嚴重的小孩 就不再 出現在這個 就是 就是就沒有在 這種行業了 就沒辦法 再做這個東西了 那就沒有 小嚴重的小孩了 那比如說 你可能剛剛都已經 看了一部下 我可能沒辦法 這樣第一的臉 但是 他就是 就是用一個第一人稱的 口吻 我說 換角色這也是 他用第一人稱的 口吻 然後寫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媽媽去世的時候 他年輕人小 可是這不是 我也有不來可 他是自己變成了 一個小嚴重的小孩 然後他寫著 他只能叫著 呼氣呼氣呼氣 他那個 就是英文呼氣 然後其實是 英文的 sweep 就是 少的意思 他就是用 雙關語 這也是 詩裡面常常用的 sweep 就加了s sweep 跟 wip 這兩個字呢 他 你看到這個 因為是 掃燕樹的小孩 你會連帶想到 他一邊哭 一邊喊著 你不能要掃燕蔥 你不能要掃燕蔥 然後你就覺得 哇 他這寫得真好 就是 這是英文的雙關語 然後呢 他就寫著 他有寫場景 看在梅輝中 現像 是有景 他不是只是那種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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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聊的序書 他是有景的 然後有故事的 然後來了一個 叫康米達克金塔的小男孩 那這時候他就把他的角色再去看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裡面還有另外一個角色 是一個更小的小孩 他自己演的那個角色已經很可憐了 另外那個小孩那個角色呢 既無辜又可憐又天真 他甚至還不大懂了 然後他的頭髮金髮被清掉 因為他就說這樣也好啊 這樣你才不會把你的金髮來到那個 黑髒髒的玫瑰嘛 對不對 把他餵他這樣很好之類的 那 最後呢 他的玫瑰呢 又被他使用成一個 一個棺材盒 就是他有很多想像 領域 然後還有一些象徵 像棺材盒 就是 他們做這個東西 就撒出小孩 這裡面就已經象徵他未來的一個可能性了 他很容易很少 很小很幼稚 自認的深入見 這樣子的 然後又寫了天使 其實這裡寫天使更悲良 因為天使真的來的嗎 好像是一種安慰劑 然後所以這種是一種反諷 他反諷能讓你覺得說 好像 人間有神 人間有神 事實上 卻不可以幫 都幫助 都沒辦法幫助到自己 什麼那種感受 那 這些東西 在所思 寫得非常好 而且 這就是千果不錯 我覺得這就是千果不錯 但現在當初都沒有什麼很大音量 這是我去找 他是在青銅大學教室的時候的 寫的在人本效率財系裡面的資料 那你看他就1840的時候 就通過被除統工資了 就跟這個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寫詩 不是說你一定要神 或一定不神 而且克萊克 他有很多是一種 只是一個感觸 一個感覺 那樣的詩 你要說 什麼叫有用 什麼叫沒有 都有用 你在這世界生活 那邊的經歷 應該其實都要學他是有用的 然後 我這邊舉一個 深色雜層 就是剛剛那個層 那個蕭蕭老師他講深色雜層 那我就把它再擴大一點 其實不是只有聲音跟顏色 其實就是共感覺啦 人家說聯絕 聯合的聯感覺的絕 共感覺 是其實意思是一樣 就像那個康帝司機 是一個抽象派的 抽象派的一個畫家 那他曾經說過色彩是琴劍 眼睛是琴錘 靈魂是緊繃許多跟弦的鋼琴 然後鋼琴 鋼琴加呢 是彈琴的手 只要彈下一個的琴劍 就會觸動心靈最深處的激動 那他那一世紀又經常 就是經常用繪畫 去表現音樂 但是他本身他也是繪音樂 這有時候會有個關係 就跟你自己 繪好幾樣東西的時候 那些東西會留在一起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自然而然反而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 我剛剛跟喜老師開玩笑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我就講一句 碰感覺後 他我就說 我們這個 有時候現場錄影到網路上聽 並不是那麼清楚嗎 然後我就說 那還好 那我們這個 就不會流出去 因為我說 因為這個聲音由辣馬賽克 這句話 就是碰感覺後 聲音由辣馬賽克 可是這句話就是 絲的語言 絲的語言很多都是碰感覺的 就是 他是 就是 超越你原本的那個知覺 再翹出去到外面 那你有過過過感覺嗎 我們在場的人 比如說 你看到星空 你覺得星空是什麼聲音 我就一直覺得星空的聲音 我覺得我都會聽到 星空有一種聲音 我不知道你們個人有沒有惡動 個人的過感覺的感覺 我們要講嗎 沒有要講嗎 就是我覺得很像星空的聲音 後來我在那個有些音樂聽到 這種感覺可能不是只有個人有 因為他的聲音我覺得非常像 一種超級樂 很細很細很細的那種超級樂的那種感覺 然後或者說 像我寫這個小夜男人的時候 這也是一種用感覺 感覺下的東西 但是我寫的時候絕對沒有想著寫 寫就是在寫 小夜男人 音樂墜落 其實是什麼 葉子墜落 因為我在寫小夜男人 因為從題目中得到訊息 那我寫一直睡一直睡 巷子不見了 小夜男人跟巷子不見了有什麼關係 如果要這樣想 這是很難想 但是這整個感覺就是一種 完全進入了 有點無我的狀態 我在看那樣東西的時候 完全被他 我進到他 他進到我 我不是我 他不是他 就是一種 我就不需要寫子了 然後 因為 兄弟已經帶我道路去看另外一個人 其實這很好解釋 因為你在看 感受事物的時候 你會變成那一個事物 那跟很多喜歡攝影的人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 你攝影的人為什麼有時候有點小小 笑到這個會掉下懸崖或什麼 因為你真的是看到 就是看到 你完全跟那個東西融在一起 我真的 我自己也曾經拍照 拍到 拍到 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是完全 然後很興奮 很晃 很 很 那種感覺就是 心靈涼的一種 非常快樂的感覺 然後很興奮 然後再拍了 就 好快樂 然後就完全進到 然後再跟那個 起融在一起 那跟你 平常在這樣看風景 也是會很高興 但是有些人看風景 是你這樣看 就沒了 都完全不一樣的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那如果我要開始一首詩 有可能是怎樣開始呢 比如說 有可能是 從一個主題啊一個句子啊 浮光虐影啊 一句談話 我告訴你的是我自己 任何可能都有 我不是說 我開始一首詩 我一定要藏著主題 想要有什麼事 或我跟你聊天 聊了一句話 你這句話好有Q喔 我就可以來寫了 都有可能 或者只是 哎 我好久沒有寫詩 可是我就是想寫啊 我就說那天開始 然後 比如說喝咖啡 金月 我就會感濕了 這樣沒有可能 你就是還有這個欲望 我就會寫詩 或是 有那種 真正的發光 發光的真情 你要怎麼說的 那我覺得理性是很重要的 可是其實每個人 你甚至從他的詩啊 他的什麼都有可能 看得出來 那有些人的詩 看不出來或詩跟人不同 那是因為他可能 他寫的東西也是 他做出來的人 所以你是看不出來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不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 可是 看得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真的是有一點 看得出來 然後我說的靈魂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的 你的這個靈魂 就是你的感受器 你的接收器 或者說你的耐的 你的心 你去對著這個世界 你們互相 互相來往之間 所得到的東西 那就是思 這樣都很抽象力的 然後 這個是在VBS 時代的畫面 然後那一天我跟那個 舒少爾蓮老師講說 欸 因為他之前 我印象中他那時候 有在VBS回我 一個屍體嘛 那那時候是 你看19981那麼少 這就是VBS的畫面 就長折掉 我就把他原來扣起來 然後那時候叫一個 幫小海豚 然後就是體裂學法分 所以後來人家叫海豚 就是這樣被叫住了 不過那時候 有沒有想說 我要一定要被人家叫這個 不是 可是你就是會有密稱嗎 人家看久了 我就就叫你這樣子 那 甚至有一段時間 我就問我來海豚 這個是怎麼寫的 就是體裂學法 我已經把他誤導成那樣 海豚是第一開頭的對不對 那是在台大人邊 如風情站 嗯 有人要練嗎 有人對練師有興趣嗎 沒有 可以來練一下 或是我練好那個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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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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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川一進 並在牆上沈浸的水面 以我為何 垂下神經 繳沈後名的絲 送到醉身隔底 下了毛就正立成石頭 影子浮標在無法目測的波紋上 仔細比對 也不管兩岸風景了 睫毛刷成心柳的月亮 頭髮梳著一長皮葉色 它文文蕩蕩 風浪不兇 就要來幾款當季的新衣裳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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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好 那個 首先我那時候 其實那個時代我寫錯一個字 我標題但是不投了標 但是我那個時候寫成七字很難標 因為我後來去查的 自己覺得快快了 這幾片去查一下 然後 我自己還是放這樣 如果需要舒展再說 我 我說 我如果告訴妳說我要歸類的話 像這個主題就很明確 它叫穿衣鏡 不超像嘛 很明確 你也可以這樣 其實我忘記我是不是從題目開始寫的 我不記得 那很久的字 那 假設啦 因為我後 就是 事後諸葛 我現在只能用事後的方式去分析 就是假設 妳是先帝的一個地步叫穿衣鏡 那妳要怎麼寫 如果是妳們 妳們是如果是對死有興趣的人 也許不是也許是 那妳要怎麼寫呢 譬如說像我就這樣寫的 那像我這樣寫 我覺得不用解釋啊 那像那個 米羅卡索 就是舒少林老師 她們當年寫的 這個後面這個字 是我家 因為當這個文 米羅卡索 就是當年的改變 是怎樣之類的 一定不大清楚了 但是背後都是黑色的 譬如說 很喜歡自己的學話 是上面吹進去這首詩 她提醒了說 這是一首可愛的詩 為什麼可愛 然後一句 第一句就呈現不凡的寫法 她說 我可以在牆上沉浸的水 她把穿衣鏡寫成水面 你遇在先 然後接著連續聯想 既有水面 則以我為惡 就是妳要讓這聯想先合理 那我已經把它聯想成 一面水了 其實妳去想 這很像哪個一刻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 你會把詩畫成畫 就會很像 有些超現實主義畫家的話 然後 照鏡如同 我就好像 就是好像在水面下的 那個 本這樣好像在誇著自己 會唸一下 會想像力太強 會令人緊張 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會只要唸一下 然後 然後就說 水下神經絞成透明的詩 把神經寫成好像釣魚絲 如果我為什麼這樣寫 我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 就是一種想像 一種想像 然後 神經觸覺力量很銘銳 對於鏡中黃髮動 就是黃髮動鏡 當然會牽扯隨身 就是你把鏡子裡面的自己 跟釣魚這樣子的比喻 這樣子的那種微微的動 這已經是 不是你用鏡子去形容 鏡子可以形容的 你唯有用詩的語言 你才可以畫出 這麼多的感官之外 你才可以超出感官之外 你才可以寫出 你光看這個鏡子 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 視線當 當之是否有一個上風 然後 就好像馬馬馬嚇到昏迷 然後自己 我就是在裡面寫 我就站立即石頭了 這也是一種想像的 然後 這說 你不只有想像 就有一種意境 然後說不出來的 你感悟到某些東西 這也是我自己在寫詩的 一種感悟 然後 然後 哇 然後 斟酌 只能不能 好 寫好畫的 就先 或許有變化第四 他說呢 我寫那個 睫毛刷成心有的原諒 頭髮 舒淺異常 批夜色 這兩句 拍筆的句子 我也沒有刻意拍 就自然就拍筆出來 反正都不是刻意 然後 他就覺得這也有 一時前人的意象 因為這有點好像 有些古典的東西 然後一寫什麼 眉毛像 眼睛像 眉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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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像 夜色這樣 就有點太古典 常常見的寫法 那我也不記得 為什麼 就用自然顯量 入圍 而且自己還沒感覺 然後被人家 欸 你很強 你好像是 我覺得這有點 寫得太順暢了 寫得太順暢到 完全無知覺 然後 喔對 我覺得行這裡 是可以不用這樣寫 但是因為 整首其實有時候呢 其實 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些句子好像 就是你不要寫這兩句 但是寫淡一點的其他的句子 不一定要還有意象 因為你不用整首詩都很膩 有時候可能是很膩 也不見得會寫得好 好 然後 吃的部分呢 你就先跳過去了 因為 這只是先帶著 比如說那我說 那我把音樂配在一起 欸那就是歌啦 但是 現在是要 土成歌 其實不大為命 為什麼 現在是 因為他 他很自由嘛 他並沒有像 古代的那個詩詞啊 有那種綠 或者有一定的次數 等等的 那 但是歌呢 這種東西 歌那種東西就不一樣 歌那種東西 他是 你要在時間 他是時間的基礎 就是 音樂是時間的基礎 你要在一定的時間 要讓人家留下意象 留下感動 然後他要有高潮 他要有迴旋 他要有重複 他要讓人家加持印象 所以歌跟詩 跟現代詩有時候 會固定搭得上 那有些人試圖 把現代詩寫上 我上曲 我覺得就會唱得 比較沒有旋律性 你就沒有覺得很好 其實就有點像 藝術科學的感覺 那 那 我這邊舉 比如說像 我就拿台灣大百科 我是知道 黃金但是我要寫一場 寫一段 你用文獻的話 那我就不用台灣大百科 黃金比如說 就像 拿大大百科裡面舉的例子 他就指說 假設你今天要寫歌 你第一次 你這一句 跟下一句 就好像 絕心音樂的詩 你這句 跟下一句 第二句 要模仿第一句 但是要有一點變化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那 你寫詩不見得了 寫現在詩不見得了 這個樣子 那所以現在詩 就常常沒辦法俯成曲 那 我舉 我這一首詩呢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說 他也不是拿來寫 就是當成歌在寫的 就是當成歌在寫的 只是說 後來我馬上放在歌裡面 那 魔鏡的 比如說我在舉個例子 比如說 那個 他下來課裡面 比如說 嗯 那你有一種 比如說 嗡嗡嗡 像第一句 嗡嗡嗡 是不是很像 但是 就小地方嘛 但是 他第二句 其實就有一點變化 就是叫魔鏡 如果有人理想四個寫歌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你是要在 在淚童裡面 然後做變化 然後 基本流行歌的話 他就來 他就再有個布歌 布歌就是在高潮的地方 但是比較 HOP的 比較流行寫法 不見得一定要寫的那麼流行 但是 流行歌其實比較好寫的 然後但是流行歌寫的好聽 並不容易 好聽哦 讓人家感動 而且 不是覺得好像挺鼓 那我現在舉這個呢 是我把它 把我這首詩很淡淡的 放在了 我寫的 我試著讓 媽媽的 那個歌 中間都練了 練這首詩 因為這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歌裡面穿它練 那練的時候 我再試著加一點點旋律 我想那時候想說 就這樣吸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那時候我是用 鋼琴 就是鋼琴錄音 再加入錄音 都不是專業錄音的 然後我前面呢 是有歌詞 那首我沒有放進來 好 後來全世界最一段 是有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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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下距离不可思考 远处死我 和世界一路上左右 永远每个圈圈 在你本身的天使 还以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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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